来看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 6月27号下午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 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 越南总理范明正 习近平指出 去年中共二十大闭幕后 我邀请阮夫仲总书记来访 共同为中越关系发展定向把舵 今年是中越建立全面战略合作 伙伴关系15周年 两国各层级交往日益密切 我同阮夫仲总书记达成的共识 正在得到落实 中方是越方为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 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 这是中方基于两国关系长远发展 做出的战略选择 面对日益严峻复杂的国际形势 中越两国要秉持平等互利 团结互信 合作共赢精神 携手合作 共谋发展 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 习近平强调 中越同为社会主义国家 是高度互信的同志 互利共赢的伙伴 相知相亲的朋友 双方要深化治党理政经验交流 坚守人民至上理念 坚定支持对方走好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 和各具特色的现代化道路 双方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加强发展战略对接 发挥互补优势 加快推进基础设施 智慧海关 绿色能源等领域务实合作 中方愿进口更多市销对路的越南产品 欢迎越方积极参加 今年下半年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双方要丰富人文交流 增进两国人民 特别是年轻一代相互了解 助劳两国关系发展的社会根基 双方要共同反对脱钩锻炼 反对把经济和科技问题犯政治化 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自身发展权益 推动国际秩序 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为两国现代化建设 营造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 范明正表示 中国是世界大国和越南亲密友邻 持续发展长期稳定良好的越中关系 始终是越南党和政府的战略选择和头等优先 越方始终铭记和衷心感谢 中方长期以来给予越南的宝贵帮助 珍惜老一辈领导人精心培育的同志加兄弟的关系 越方对中国共产党取得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重大成果感到自豪 相信在习近平总书记坚强领导下 中国必将成功实现中国式现代化 必将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越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 全球安全倡议 全球文明倡议 将继续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 深化各领域合作 推动越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不断向前发展 越方反对将经济问题政治化 愿同中方密切协作 防范应对各种风险挑战 不会让任何势力离间越中关系 构建更加命运与共的 越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王毅参加会见